太上清净经,老君曰,大道无行,生育天地,大道无情,运行日月,大道无明,掌养万物,无不知其名,强明曰道。 福道者,有清有浊,有动有静,天清地浊,天动地静,男清女浊,男动女静,降本流没,挨生万物,清者浊之缘,动者静之机,人能常清静,天地息皆归,福人神好清,而心扰之,人心好静,挨欲千之,常能浅其欲,而心自静,承其心,而神自清。 自然六欲不生,三独消灭,所以不能者,唯心未成,欲未浅也。 能浅之者,内观其心,心无其心,外观其行,行无其行,远观其物,物无其物,三者既无,唯见于空,观空亦空,空无所空,所空既无,无无亦无,无无既无,湛然长吉。 即无所及,欲起能生,欲记不生。 即是真静,真常应物,真常德性,常应常静,常清静矣。 如此清静,渐入真道,寄入真道,明为德道,虽明得道,实无所得,为化众生,明为德道,能勿之者,可传圣道。 老君曰,上是无争,下是好争。 上德不得,下德值得,执着知者,不明道德。 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,唯有妄心,既有妄心,其精其神,既精其神,其着万物,既着万物,其生贪求,既生贪求,其是烦恼。 烦恼妄想,忧苦身心,便遭着辱。 游浪生死,长沉苦海,勇诗真道,真常之道,物者自得,得物道者,常清静矣。 因此,从 Ros